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的是Linux的文件系统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才会分成两个部分去学习的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文件系统的概览 第二个部分呢 是认识这个Linux的文件系统 EST文件系统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呢 是这个文件系统的概览 那么我们在平时工作中的时候 可能都有对这个文件系统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说这个FAT NTFS 以及这个EST2 3或者是4 我们平时如果说需要对一个U盘 进行格式化的时候呢 就有提示格式化成哪一个文件系统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文件系统 那么在这里 我们先来了解这里面的FAT NTFS 以及这个EST2 3或者是4 首先呢是这个FAT FAT它的全名是 叫做这个File Allocation Table 那么我们在前面 学习这个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的时候呢 就对这个FAT 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个FAT呢 其实是早期的这个Virium的DOS系统 以及这个Windows系统 所使用的这个文件系统 包括这个FAT16 以及这个FAT32 那么在现在呢 我们对这个U盘进行格式化的时候 或者是对这个磁盘进行格式化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磁盘 给格式化成这个FAT32 这个文件系统的 那么呢 这个FAT呢 它是使用这个一张表来保存整个盘块的信息的 那么这个表呢 我们在前面也有所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ntfs 那么这个呢 它的全名叫 New Technology Fire System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的Windows系统 它的磁盘 产用的这个文件系统 我们现在包括 Win10 Win7 Win8 或者是Windows XP呢 都是可以使用这个ntfs的 那么它就是这个Windows NT环境的文件系统 ntfs呢 它对这个FAT进行了改进 取代了这个旧的文件系统 那么FAT呢 它在历史呢 确实有它的优越性 但是呢 随着技术的发展 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技术的局限性 因此这个微软就对这个FAT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形成了这个New Technology Fire System 接下来是这个ext文件系统 那么这个文件系统呢 它的全名叫做扩展文件系统 那么这个文件系统主要是在这个Linux上面使用的 包括我们的Uman2 CentroOS等等呢 都是使用这个EST文件系统的 那么Linux除了支持这个EST呢 它也支持这个FAT NTFS等等 都是支持的 但是呢 这一个EST文件系统 它是不能被这个Windows所识别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一个EST的U盘 给插入到这个Windows里面呢 Windows是不能识别出 U盘里面的具体内容的 因此呢 我们平时如果说 把这个U盘给格式化的话 一般都是格式化成这个NTFS 它既能被这个Windows所识别 也能被这个Linux所识别 那么这里面的 2 3 4 这个数字呢 表示的是第几代的意思 我们现在很多的Linux插入系统呢 都是使用这个EST4 这个文件系统的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节课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EST文件系统 那么如果我们把一个磁盘 或者是把一个U盘给格式化成这个EST文件系统的话 那么这个U盘或者是这个硬盘呢 它的逻辑结构是长这个样子的 包括一个这个Boot Sector 以及若干个这个Block Gloop 那么这里面的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Boot Sector呢 它指的是这个启动上区 它呢是用于安装这个开机的管理程序的 那么下面的这个Block Gloop 它主要就是用于存储数据的实际位置的一个块 它的名字叫做块组 我们接下来就来主要的学习 这里面Block Gloop它里面的具体内容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Block Gloop给展开的话 它具体有哪些信息呢 每一个Block Gloop都有这个Super Block 以及文件系统描述 还有这个Inode Bitmap 还有这个Block Bitmap 还有这个Inode Table 以及这个Data Block 这里面每一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这个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这个Inode Table Inode Table呢 是用于存储这个Inode的地方 每一个文件呢 或者是每一个目录呢 它都对应的有一个Inode 这个Inode就是我们每一个文件 或者是目录的索引节点 所以呢这个EST文件系统它管理外存的方式呢 使用的就是这个索引分配的方式 这里面我们介绍了这个Inode Table 但是呢这里面的Inode我们好像没有怎么了解 那么这个Inode又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这个Inode 那么这个Inode呢 存放的是每一个文件的原信息 包括这个文件类型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所学习的文件的 是目录文件呢 还是普通文件 或者是这个套件字文件 Five文件等等 那么这些文件的类型 都是存放在这个Inode里面的 除此以外 还有这个文件的权限 以及这个文件的物理地址 那么关于这个物理地址呢 我们在前面学习这个外存的索引分配的时候呢 就学习了每一个文件的索引节点 就存放的这个文件 具体存储的位置是位于哪一个旁块的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文件的物理地址呢 存放的就是这些信息 还有这个文件的长度 文件的连接技术 还有文件的存取时间 包括这个文件最近是什么时候打开的 什么时候修改的 以及文件是什么时候创建的 那么这些信息呢 也是保存在这个Inode里面的 还有这个索引的节点编号 那么这个编号呢 是每一个文件的唯一的一个编号 就类似于我们的进程ID 还有这个文件的状态 这个文件是打开的还是没有打开的 还有这个访问技术 当前有哪几个进程访问了这个文件 还有这个链接的指针 等等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些无关于这个文件具体内容的信息呢 都是保存在这里面的Inode节点里面的 那么关于这个Inode 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一个文件的文件名 它不是存放在这个Inode节点上面的 而是存放在目录的这个Inode节点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面有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的名字呢 不是存放在这个文件的Inode节点里面的 而是存放在包含它的这个目录的Inode节点里面的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当需要列出目录文件的时候 不需加载这个文件的Inode 因为列出目录文件呢 它这个操作是非常频繁的 如果说我们每一次列出这个目录文件的时候 都需要加载所有文件的Inode 如果这个目录的文件有很多的话 那么将非常耗时 因此在这里面文件名 它不是存放在Inode节点上面的 而是存放在这个目录的Inode节点上面的 这一个特殊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就来了解这个Inode bitmap 那么这个bitmap呢 它是这个未视图的意思 因此呢 这个Inode bitmap 它指的就是Inode的未视图 它们呢 是用于记录已经分配的Inode 以及未分配的Inode 那么当一个文件系统它初始化的时候 它Inode的数目就已经固定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bitmap 未视图来记录已经分配的Inode 和没有分配的Inode 那么这个未视图呢 长的样子 像这个样子的 这里面记录了所有的Inode节点 那么这里面呢 同时使用这个0 或者是1 来标记某一个Inode节点 是否已经分配了 那么这个未视图呢 我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 也已经介绍了 那么因此在这里面 这个再展开了 接下来是这个DataBlock 那么这个DataBlock呢 它是存放文件内容的地方 那么刚才也介绍了 一个文件 它可以分为一些原信息 以及文件的真实内容 那么原信息呢 是存放在这个Inode里面的 那么这个文件具体的内容呢 就是存放在这个DataBlock里面的 它是存放文件内容的地方 记住了啊 那么每一个Block呢 它都是有一个唯一的编号的 那么每一个文件 它具体的Block 就记录在这个文件的Inode里面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Inode具体存取的内容 那个文件物理地址 其实记录的就是文件的Block记录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Block Bitmap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Block的未视图 它的功能呢 和这个Inode Bitmap类似 它是用于记录这个DataBlock的使用情况的 那么当我们需要对一个文件进行外存分配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通过查询这个Block Bitmap来分配相关的DataBlock 所以呢 这个Block Bitmap呢 它主要是用于记录这个DataBlock的使用情况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的这个SuperBlock 那么这一个呢 是文件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它呢 是用于记录整一个文件系统的相关信息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会记录什么信息呢 包括这个Block 以及这个Inode的使用情况 以及这个文件系统的时间信息 控制信息等等 这里面的时间信息 就包括这个文件系统 它所挂载的时间 最后一次写入的时间 最后一次读出的时间 以及最后一次校院的时间 那么这些时间呢 都是存储在这个SuperBlock里面的 这一个的块的大小呢 一般呢 都是1024个字节的大小 好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SuperBlock 那么了解了这里面的一些关键的概念 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 这整一个EST文件系统的模型 首先我们的文件系统呢 会把这个词盘给逻辑分为这个BootSector 以及多个Block 那么每一个Block呢 它都会分成这个SuperBlock 文件系统描述 InodeBitmap BlockBitmap InodeTable 以及这个DataBlock 那么在这里呢 每一个这个BlockGloops 它们都是独立的 每一个Gloops呢 都有完整的这些信息 而这里面 这个BootSector呢 它是启动上去 对于安装这个开机的管理程序的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 它需要启动的时候 它需要读取整一个文件系统 哪一块的信息 来启动这个Linux系统 而这个BlockGloops呢 它就是快组 存储这个数据的实际位置的地方 好的 那么我们回顾了这个整一个逻辑模型 我们也来这个Linux系统下面 操作来看一下这个EST文件系统 那么来到这个Linux的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DF一干大写T呢 我们就可以查看这个系统所挂载的一些磁盘的信息 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挂载了这个DVSDA2这一个磁盘 那么这个磁盘呢 它的类型呢 是这个EST4 也就是我们的扩展文件系统 那么在这里面有这个实用信息 以及可用信息 以及这个使用的比例 那么我们怎么查看 这个文件系统的inode的信息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Dump ToFS 然后指定某一个设备 这里面我们指定这个设备 这里面提示说这个权限不够 因此呢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超级的look权限 我们输入这个Stooth 输入密码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输出非常多的信息 那么我们把这个信息给导入到一个文件里面去查看 导入到这个Dump ToFS.log这个文件里面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打开这个文件来看一下 最多的信息 有这个1000多行 我们从头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inode的信息 那么这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inode呢 它的数量有这个131万个 而这个DataBlog的数量呢 有这个524万个 然后还有这个还没有使用的这个Blogs的数量 有这个412万 而这个还没有使用的inodes呢 有123万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一个inode的大小 inode的大小在哪里呢 inode inode size 这个inode的size呢 等于256 也就是说每一个inode的节点 它的大小都是256个字节的 除此以外 我们还可以查看这个Blogsize 那么这个Blogsize呢 那么这个Blogsize呢 它的大小是4k 4096个字节 那么上面的这些呢 就是这个文件系统 它具体的信息 下面的就是每一个Gloob的具体信息了 有Gloob0的 Gloob1的 Gloob2的 那么我们也来挑一个Gloob 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有这个Bitmap 以及这个inode的Bitmap 这里面指定了它的具体的地址 这里面还有这个 还没有使用的这个Blogs 以及还没有使用的inodes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在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存储具体的文件 我们就会首先从这里面找出某一个这个inodes 然后呢 再把相应的这个Blogs分配给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呢 就是文件系统的inode信息 以及这个Blog信息 那么除了查看这个文件系统的信息呢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某一个文件的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创建了这个文件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查看这个文件 它具体的信息 我们怎么查看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state 然后指定具体的文件 那么这样子呢 就会输出这个文件具体的信息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文件所使用的dataBlogs 有232个Blogs 那么这个文件的inode的节点呢 这里面也可以看到 它具体的编号呢 是这个789,145 这个具体的inode的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文件的修改信息 包括最后一次打开的时间 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呢 都是记录在inode的节点里面的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某一个文件 它的名字是存放在这个目录里面的 而这个文件呢 具体标识的一个唯一id呢 其实使用的是这个inode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对这个文件 重命名 我们来看一下 重命名之后 这个文件是否还是同样的inode 我们把它给 命名为这一个fac.log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文件进行state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inode的节点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inode节点的编号 才是某一个文件 唯一的一个标记 它的名字并不是唯一的标记 这个大家需要记住了 好的 回到PPT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文件系统的概览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了解了目前主流的计算机的一些文件系统 包括FAT32 NTFS 以及Linux产用的EST234这里面的这几个文件系统 接下来我们重点是介绍了EST文件系统 那么这个文件系统呢 也是Linux里面产用的这个文件系统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